这是前苏联设计的疯狂科化航母 它的内部搭载有25架飞机 通过中央的飞行甲板垂直起飞 它的最高速度可达600公里每小时 可以在距离水面20米的高度巡航 这种高度消除了水面波浪所带来的影响 使它能够在海洋中无限制的操作 这意味着它拥有现代航母的所有优势 彻底改变了航母设计的游戏规则 这艘航母的长度约为180米 一展超过了120米 它身上安装有10台喷气式发动机 其中前部的6台用于从水面起飞时产生一个空气垫 而后部的4台发动机则用于推动航母前进 机身内部设有多个机库甲板 它们围绕着一个中央电梯 可容纳多达20架战斗机和其他类型的飞机 而类似舰桥的指挥中心则分布在垂直稳定位上 它们负责在着陆阶段引导战斗机 因此这个航母拥有两个控制塔 当飞机从航母上起飞时 由于航母自身拥有巡航速度 因此无需专门地垂直起降飞机或盘射系统 只需飞机在全加力下就能从甲板上起飞 它比传统航母拥有更安全的发射能力 不过它在着陆时就有些棘手 因为飞机必须与航母的速度相匹配 然后以某种锁定机制来捕捉到飞机 这就有点类似于飞机在空中加油 毫无容错的空间 尽管如此复杂 这艘航母仍然拥有无与伦比的战略潜力 它的低空飞行赋予了它一定的隐身能力 相比于高空飞行的常规飞机 它更不容易被敌方的维大系统盼测到 苏联高层对它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兴奋 试想一下 在美苏中霸的高峰期 如果苏联拥有这种跨洋投射的强大武器 它就能够绕过传统海军的防御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打击目标 彻底改变全球冷战的形式 然而如何打造出这艘梦幻航母 却让苏联人无从下手 其中最显究的障碍 就是平台的巨大尺寸和复杂性 这在建造、维护和部署方面 带来了后勤上的难题 还有建造所需的先进技术和昂贵的材料 也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这对于70年代的苏联来说 只能是理想很丰满 而现实却很打脸 除了钱的问题以外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这艘航母该如何防御呢 这样巨大且昂贵的一个平台 既没有像样的梅大设施 也没有短程和远程的导弹防护 而且在高达6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 不可能有常规的舰艇对它护卫 如果敌人的导弹击中了它 那么这艘航母 连同它携带的几十架飞机 都会打水漂 最终野心勃勃的苏联 不得不放弃这个雄伟的计划 不过让苏联人 增结这个项目的最终原因 并非是资本技术问题 或是冷战的变化 而是它的设计师巴尔币尼 于1974年去世 随着苏联失去了这位天才工程师 他们对这艘梦幻行李的理想 也随之消失